于师兄 你在等我吗 我知道你有话要问我 但是在你问我之前 我想责备你几句 以后你可不能 这么背对着门座 虽然我知道 你武功很高 没人伤得了你 但是 凡事总要小心一点 不是吗 好了 现在话您问我了 公子许 你也觉得他很奇怪 对不对 我也是这么想的 可是 可是我想把他 带回山庄 好 听你的 我自小 就从来没有出过山庄 所以这一路上 除了他没有人认出过我 而且他还知道山庄 很多隐秘的事情 包括 湛峰的事 什么事 他知道湛峰两年前 带回来了营医 所以 我想要把他带回山庄 好好查查他的底 假如他真的是个敌人的话 那把敌人养在自己身边 岂不是更好吗 对吧 对 我好怕你会不同意 不会 放心吧 言为定 明日启程 回山庄 明日就走 不能再留几日吗 我 我不敢面对他们 再不回去 怕来不及 为什么会来不及 发生什么事了吗 湛峰 明天 向师父提了退婚 退婚 退婚 他是当真不想娶我 好 好 就算他有退婚 也要亲口当着我的面跟我说 明日晨起 我们动身回家 好 戈儿 我的兵符还在王府 可否替我拿回来 海外 她会叨 兵符 她是一只 她的胶 她是什么 她的名字 她就是何物 这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